我们知道最近新闻中接二连三传出校园霸凌事件 而现在教育部表示了 导师是预防校园霸凌的第一线 现在呢要求他们必须把联络电话和email留给全班同学 而未来国一和高一新生训练的时候 各校也要安排法治教育 让学生知道霸凌行为是有罪的 需负取刑事责任 民事赔偿 以及新台币6到30万元的行政罚还 而下学期展开的友善校园周呢 现在也要来全面进行反霸凌的教育了